剑骑鱼一般给人的印象就是有着类似鲨鱼的体型 还有着利剑般的嘴巴 但是很少人真正看过它的模样 日前有潜水员在澎湖的南方四岛海域捕捉到了剑骑鱼的踪影 这也是八年来首度发现 代表近年富裕有成 才会让剑骑鱼再度献宗 一只又大又长 头部还有像利剑一样的嘴巴 帅气在海中穿梭自如 但可别认错 这可不是骑鱼 而是剑骑鱼 八年来首度被人发现现身在澎湖海域 让潜水员惊喜万分 这种活着骑鱼的影片 对前台湾几乎可以说没有人知道 潜水员表示他们原本计划来欣赏梭鱼 可是一往返长 下到深约18米时什么都没瞧见 但接着赫然发现身旁有庞然大物 原来就是剑骑鱼 剑骑鱼比骑鱼长且重 体长最长5公尺 体重最重650公斤 因为犹如帆船和骑志而得名 也难怪梭鱼全都躲起来 很不简单的在南四岛国家公园 八年来首建 超棒 生态超棒 不只有剑骑鱼还有各种物种 现身在澎湖海域 这也要归宫南方四岛国家公园 保余做得好 大家才能看到美丽的海洋生态 介绍澎湖政府报导